同学们好 今天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是 坏心情 在封面 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个动物 它的名字叫做欢 它的表情 看起来心情很糟糕 为什么 它的心情这么糟糕呢 欢在早上醒来的时候对自己说 哇 我今天心情很坏 这或许蛮危险的 我最好待在家里 早餐时 欢又想了一下 如果没人注意到 那么坏心情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心想 每个人非得晓得我的感觉 有多糟才行 于是 欢出去 用力把门 砰的一声关上 欢走在平常他走的路上 这时 他遇到婉雄 婉雄开心的跟他打招呼 早上好啊 欢 早上好 好什么好 欢说完 便气冲冲地离开了 婉雄很震惊 他没有跟欢说再见 路正在惯喜 哈喽 欢 欢 你昨晚睡得好吗 不关你的事 欢说 好吧 算我多管闲事 对不起 路说 嗯 很好 欢心想 现在 现在路和婉雄都知道我心情有多恶劣了 欢走在路上 他遇到了老鼠 狐狸 野兔 和小松鼠 他一股脑地对大家态度粗暴 当他结束散步后 欢回到家 在自家花园口开始工作 当他在挖地除草的时候 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坏心情凭空消失 就好像天气太热了 必须脱掉衬衫似的 欢变得好快乐 他开始吹起口哨 吹奏出一首甜美的歌 欢一直工作到下午 他对自己非常满意 他出发到空地和其他动物一块儿玩 但树林里静悄悄的 没有任何动物出现 真奇怪 欢心想 大家都上哪儿去了 他到婉雄家去问 婉雄心情很不好 他逼红 离我远一点 欢很吃惊 以前谁也没有对他那么粗鲁过 其他动物的态度 也不见得好一点 狐狸叫他滚蛋 松鼠朝他的脑袋扔了一颗坚果 老鼠和野兔也对欢大声咆哮 发出的嘶嘶声 令他头晕 欢好伤心啊 当画眉鸟来访时 他对他说起所有动物对他有多坏 画眉鸟说 这一定有原因 欢想了一下 嗯 他终于说 今天早上 我心情不好 我大概是惹火了朋友 我对大家太不客气了 欢感到很难过 天呐 我该怎么办 画眉鸟与欢一起思考这个难题 突然 欢跳了起来 我有一个好主意了 他说 你愿意帮我吗 画眉鸟 画眉鸟说 我当然愿意啊 今晚要开派对咯 画眉在森林中展翅飞翔 他大声鸣叫着 谁有坏心情 谁就是受邀的客人 在月亮升起时 请到空地参加坏心情派对 由于欢把坏心情感染到其他动物 所以大伙都在派对上出现了 当他们看到欢站在空地上时 大家都愤怒地瞪着他 欢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要向各位道歉 他说 今天早上 我心情很不好 我把火气发在大家身上 你们是我的朋友 我不应该做这么差劲的事 我很抱歉 你们愿意原谅我吗 到后来 动物们都微笑了 大伙一块儿 一块儿唱歌 跳舞 一直到天亮 最后 欢和其他动物都和好如初啦 故事 故事来到这里就结束了 同学们 你们是否也有过坏心情 你会不会把你的火气都发在朋友和亲人的身上呢 其实 这么做是不对的 我们不应该把不好的心情传染给身边的人 所以你们可以学喜欢 把你的注意力分散在其他事情上 而不是把你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你的坏心情上 当你的注意力分散开了 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的坏心情会慢慢的消失 比如说你可以去做运动 可以去看书 可以去听音乐 今天的故事来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